我今年才45岁,前两个月突然就没来月经了,以为是普通的月经紊乱,可是好朋友却说我这是停经了,不会再来了,我这个年龄绝经正常吗? 绝经后是不是特别容易老? 怎么保养才好呢? 绝经年龄一般是多少岁才正常? 绝经是指卵巢内卵泡用尽,或剩余的卵泡对促性腺激素丧失了反应,卵泡不再发育和分泌磁激素,不能刺激子宫内膜生长,及卵巢功能衰退,月经停止。 一般来说,绝经的正常年龄是45到55岁,在40岁以前绝经,称为卵巢早衰,患者易乳房萎缩下垂,皮肤松弛粗糙,多疑紧张,多梦心剂,肥胖,性冷淡,不孕,妇科炎症多发等, 而55岁以后绝经的,称为持发绝经,可能意味着卵巢功能正常,身体素质较好,也可能是卵巢癌病变的一种早期信号,因此55岁之后自然绝经的女性应该引起警惕,及早去医院进行妇科检查, 例如盆腔CT扫描,B超探查等,看是否患有卵巢颗粒细胞瘤,恶性肿瘤,或卵抛膜细胞瘤等疾病,以更好地接受切除,治疗或调养等。 绝经总是突然的吗?有哪些症状? 正常情况下,绝经病不突然,据报道,有研究员对282粒绝经前妇女进行观察,发现其中181粒有月经周期紊乱表现,占63.8%,表现为一是经期不规则,一个月或二,三个月来一次,二是经粮会变多或变少,三是颜色变现有淤血。 此外,临床表现,还会有以下症状,一,潮红,潮热,时常感到刺胸部向紧急面部扩散的阵阵上涌的热浪,时有乙爬的感觉,几秒钟就消退。 同时上述部位皮肤有弥散性或片状发红,伴有出汗,汗后又有胃寒,一般潮红与潮热同时出现,绝经后症状逐渐減退。 多发在凌晨乍醒时,黄昏或夜间。 二,心悸,倒汗,28.9%的女性在绝经前有假性心脚痛,有时半头昏,头痛,胸闷,心悸,心慸,心慌,倒汗等症状,一些患者还半有颈酸肩痛,腰酸背痛等症状。 三,抑郁,抑郁,多数女性在绝经前后一激动,暴躁,抑郁,紧张,失眠多梦,记忆力减退,认知功能障碍,注意力不集中,焦虑,多疑,过度自尊或自卑,严重者甚至轻生。 四,乳房下垂,乳房由于暖潮功能衰退,缺乏磁性激素的刺激而逐渐萎缩,腺体逐渐退化,被脂肪组织所代替,表现为乳房体积变小,松软下垂。 五,其他,绝经后初期还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,外阴萎缩,阴道萎缩,性胶疼痛和退化性阴道炎,尿道炎,尿瓶和尿湿静等。 绝经后就会变老吗?怎么保养? 绝经后由于磁激素突然和明显的缺乏会引起不适,而表现在衰老上的就是皮肤易干燥,臊痒,无弹性,皱纹增多等,肌肉逐渐松弛,身体意义疲劳或乏力,酸痛等,医学上总称,更年其综合征。 据国外资料统计,40岁以前绝经的妇女,死亡的危险性较40到44岁绝经的妇女高39%,较45到49岁绝经的妇女高60%,较50到54岁绝经的妇女高95%。 那么,如何能适当地推迟绝经?绝经后怎样保养才更健康,更年轻? 1. 多持富含C、E维生素和植物性磁激素的食物保养卵巢研究表明,若每天服用90毫克的维生素C和30毫克的维生素E,患卵巢癌的几率就会减少50%。 经常食用富含植物性磁激素的食物对卵巢保养也有比较好的作用。 富含VC的食物,香菜、猕猴桃、柿子、油菜、鲜枣、猕猴桃、橘子、番茄、胡萝卜等,富含VE的食物,菠菜、花生油、萝却、鱼干油、杏仁、猕猴桃、果仁等。 富含植物性磁激素的食物,大豆、扁豆、骨类、小麦、黑米、葵瓜子、洋葱等。 2. 补充叶酸预防卵巢癌瑞士的研究员发现,长持富含叶酸的食物的女性,其发生卵巢癌的几率比很少吃叶酸食物的女性将减少74%。 至于叶酸,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B,大量存在于绿色蔬菜、柑橘类水果及全骨类食物中。 3. 不钙防止骨质疏松女性绝经后体内的钙会大量流失,导致骨质疏松,因此绝经后不钙药视为生活常识,日常的日光照射,有利于钙的吸收,耳朵运动则有助于增加骨密度。 还可多食用CAP高的食物,例如鱼、虾、虾皮、海带、牛奶、乳制品、骨头汤、鸡蛋、豆类等,此外,美国科研员发现,每天摄取高钙食物的比摄取钙质不足地降低46%的卵巢癌发生率。 4. 注意卫生,定期检查注意私密部位清洁卫生预防阴道炎及尿道炎,此外,由于绝经后身体肌能开始慢慢走向衰退,容易受到一些疾病侵袭,特别是妇科疾病,因此要定期做好乳腺、阴道、子宫、输卵管、卵巢等方面的检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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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